北京时间10月7日,女排式锦赛第二阶段比赛,也就是16强战将正式打响。 中国女排身处F组,同组包括意大利、美国、俄罗斯、泰国、土耳其、阿塞拜疆、保加利亚,中国女排要先后隔泰国、阿塞拜疆、美国、俄罗斯交手,目标当然是小组前三。 从中国女排目前的基本看,全胜是最影响的结果,输一场恐怕就要看对手脸色,一旦输掉两场,冲击六强基本就没希望了。 第一阶段对镇宝加利亚和意大利,中国女排暴露出不少问题,比如一船、二船、八球等老生畅谈的问题。 另外,对战竹亭消耗非常大,这些都是中国女排在第二阶段比赛的不确定因素,这两天的调整和恢复就相当关键,因为输给意大利,外界对中国女排在本届市锦赛的前景有了更多担忧。 第二阶段还会有哪些期待,队长竹亭一定会往这归来,而张常宁、刘晓彤、李莹莹这三位主攻手,也会有更多反思。 姚迪需要尽快找到正常状态,老将严谜需要继续肩负定海神针的重任,除此之外呢,中国女排会有两大惊喜。 第一大惊喜就是越来越出色的龚翔宇,龚翔宇在第一阶段的表现可谓低开高手。 前两场比赛,龚翔宇接近隐身,但之后三场慢慢打出自己的水平,接应位置算是中国女排的软肋,我们没有强力接应。 但龚翔宇正在向全面过渡,对阵保加利亚和意大利,龚翔宇打了很多调整、勾、颇具难度的得分,引发欢呼。 另外,她在防守,以传保障方面做得相当出色,和朱婷的换位已越来越顺畅。 龚翔宇慢慢打出了自信,自信让她进入佳境。 第二阶段比赛的龚翔宇或许会带来更大惊喜,个人真正完成了又一次蜕变。 第二大惊喜就是一直未获得登场机会的杨涵宇,杨涵宇最后时刻进入十四人名单,难道真是跑龙套角色? 杨涵宇也是目前外界对狼星指导质疑比较多的地方,可谓头号质疑,这位小家乐话题始终跟姚迪、刁灵宇、丁霞联系在一起,丁霞有伤,姚迪还没有找到最佳状态。 如果刁灵宇再该有多好,何况杨涵宇没有得到任何机会,第一阶段面对若吕的无缘登场,第二阶段能有机会吗? 郎平指导或许会用行动回击头号质疑,比如对阵泰国的比赛派上杨涵宇,毕竟杨涵宇的技术风格打泰国非常管用,而严宁和袁新月也需要适当的休息,一旦杨涵宇能抓住机会, 或许会成为中国女排,在第二阶段的六一席兵,按照郎平指导的习惯,泡龙涵应该是不存在的,这不是白白浪费一个名额吗? 换句话说,如果龚翔宇能更加出色,郎平又能激活扬韩玉这个点,中国女排征战时六强战一定会更有底气,期待中国女排带来更多惊喜。